在716上凯道 郭台铭确定会出席 但因为郭台铭现在动作非常的多 侯友宜喊话了 他说江湖在走 信守要有 这在昨天7月5号讲的 他说跟郭台铭都是拜关公 讲的是重情重义重承诺 一定会跟郭台铭并肩作战 那么在今天早上 他被问到的时候 他又在强调 他说跟郭台铭理念相同 都是为了让中华人 中华民国的人民过得更好 两人有共同承诺 申请大家会一起走 而王金平他透露了 他说其实上个月端午的时候 郭台铭有拜访他 但没谈选举的事 那郭董也表达很有意愿 要再会面 但王金平说我没有接受安排 也告诫他 动作频频会影响每个人 而被影响最少的就是赖清德 那就想说 那王金平你是不是愿意签个线 当郭侯之间的何事佬呢 王金平说 因缘未成熟 要努力的方向很多 那我本来就想说 那因缘成熟时 是不是就是侯友的民调回生日 那可是听说 这个王金平也有回应 他说不是只有民调啦 还有其他的努力的方向 都是要整合 整合要恰当的时间和气氛 每个人各尽所能 集合起来就是大突破 可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之前参选在去年参选 屏东县长的苏清拳 他就透露了 他说郭台铭最近 他就会决定了 要不要独立参选 当然他还是喊话说 尊重他 但还是期盼他 能够回到党 跟侯友宜配合 这个是南部国民党员 所期待的 在这边请教亮哥 那今天呢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 早上的时候 也有特别提到了 这换侯啊 那他就说 那这个政委好有疑的也有回应 他说外面遥远很多 他还是再次强调团结 面对所有的挑战 才能够克服所有困难 那目前看起来惊涛害怕 所以我觉得下礼拜 如果真的有民调嘛 就蛮重要的 对很关键 对因为你也判断了 因为7月9号 柯文哲有一场嘛 那人家也在看 你那个四个表态之后的一个效应 那我觉得柯文哲 那个郭才敏也在看这个 就你是不是还是第三 那落后柯文哲多远 那我最近已经看到一些文宣了啦 都在批锅啦 国民党挺猴的人还是蛮多的 所以已经到处都在发动 那事实上我也看到报社的社论 两大报的社论都直接批评 一个直接用很重的词啊 说你不要变成历史罪人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说 你又要来搞一次 说大哥不是这样干的 郭董物重道复彻 都讲得很重 而且大哥就是因为 郭台铭四年前跟韩国瑜说 大哥我拜托你 四年后跟柯文哲讲说 先让大哥做四年 不是啊 人家口头禅就这句 先让大哥做啦 先让大哥做 那事实上对柯文哲也这样讲 对侯友宜也这样讲 韩国瑜也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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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是始终如一啊 可是联合报说大哥不是这样干的 就是让我先来啊 不是啦大哥就是 你如果去年有帮国民党的 危急选区助选 大家都记得你 你就是没这样做嘛 比如说张善政讲话 你有站台吗 这个我已经在你们这里讲过了 所以你要当大哥就是要去帮人家嘛 你看韩国瑜帮多少人站过来 就是他在2022的九位选举的选战当中 他没有角色啦 对不对 那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好不好 连高宏安都没站台 对 对不对 我们讲白了啦 因为我整个过程我看得很清楚啦 他可能受伤太重吧 那你去想嘛 人家当然就会怀疑你说是不是国民党大胜了 所以你觉得又有机会了 所以你又回来了 人家当然会这样理解嘛 对不对 然后理解了 搞完了5月17号你脸书怎么写的 对 我心常在中华民国要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长 对 当选总统 你脸书就这样写耶 你去怪你的小编好不好 显得那么露骨 也没有学学韩国瑜对不对 等到信号一响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就是留下太多的 这个事实上我们如果从政治人物角度看 就是说其实你蛮冲动的 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会这样呢 你如果是个深谋远虑的人 你去年就开始站台了吧 去年赖清德也在帮人家站台 虽然没赢 可是也是留下勤奋啊 对不对 赖清德今年的过年在干嘛 跑了五十几家庙 人家都在部署 所以我的意思当然要跟 柯文哲准备了八年 就是这样嘛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 这个 很难啊 很难 很难阻止啦 可是我认为 换猴不会成功 因为目前这个氛围大概大肆底定 可是郭台铭 可能还是会做自己的决定 他会动到什么程度呢 他真的因为不只是苏清泉 昨天在说 蔡壁如也讲啊 他可能就是也是在这一两天 就会决定要不要夺利参选 我听到他拜访极多地方有利人士 而且不只是现任的 还包括前任的 比如说议长 他也拜访了一些前议长 那他也去拜访 比如说昨天他在台中就拜访了一个 地方的超级大庄角 那联署要联署到 28点多万那并不困难 那只是 好像面子不太够啦 他喊的目标是百万联署停阿联 那一定会集结很多 国民党的地方派系的力量 那也会有一些绿营的人 偷偷帮他联署嘛 那未来如果 因为那个联署时间会非常长 因为9月依法才能联署 所以他现在都在布局啊 那布局就会造成侯友宜 还有柯文哲的很大的困扰啊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局面已经成了啦 那你看绿媒在做什么题目你就知道 绿媒乐见什么嘛 绿媒乐见侯友宜不要提9月共识 绿媒乐见郭台铭出来选嘛 就这样嘛 太明显了啦 所以如果连这样的局面 绿媒的民调都把换猴都做出来了 我知道啦 所以我的意思说 坦白说啦那个 那个换猴之后 郭台铭竟然小银赖清德 那一家是公认的深绿媒体 是啊 可是只有他这样做啦 所以没有说服力啦 现在多半做的大概四个人的时候 郭台铭大概都是第四啦 不然就第三 然后跟侯友宜蛮接近的 所以侯友宜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你至少要跟郭台铭拉开啦 这个很现实喔 你一定要拉开 然后让人家觉得 郭是没有机会的 就会变成是搅局嘛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侯友宜会来这个礼拜 真的要非常非常努力啦 这个因为民调会立即出来啦 a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